哈佛家训,鲍博闯了一次红灯 一个夜晚,天上下着大雪 德国人鲍博抱着侥幸心理驾车闯了红灯 结果被一个睡不着的老太太发现了 每隔几天,保险公司的电话就到了 你的保费从明天开始增加1% 为什么?鲍博大惑不解 我们刚刚接到交通部门的通知 说你闯过红灯 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人很危险 所以我们必须提高你的保费 鲍博心想,如果这样,我就退保 投保另一家保险公司 但当他找到别的保险公司时 那家公司也提出同样的要求 他的保费必须比别人多1% 原来全德国的保险公司通过网络 都知道他有一次闯红灯的不良记录 所以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会这样做 没过多久 鲍博的太太问他 老公,银行突然通知我们 购房分期付款从15年改成10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鲍博打电话去质问原因 对方客气地回答 实在对不起 因为你前几天闯过红灯 太太生气地说 啊,闯红灯? 我们家已经没有钱了 还发生这种事情 你自己想办法吧 不久 鲍博的儿子从学校回来对他说 爸爸老师要我把学费 用现金送过去 不能再通过支票分期预付了 当儿子得知这一切 都是因为爸爸闯红灯造成的时 感到不可思议 啊,爸爸,你闯红灯啊 难怪同学们都笑我 下礼拜我不想去学校了 真丢脸 不幸的是 鲍博的上司也找他谈话了 要求他更换一个工种 因为原来的工作需要很高的责任心 虽然鲍博过去一直干得很好 但现在 他必须让位给其他人 没有人相信 他会始终静静夜夜 这个德国人最终陷入了困境 只是因为他闯了一次红灯 一个不能约束自己的人 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你有一次违背规则 别人就有十足的理由认定 你还会再一次违背规则 况且 谁知道下一次会做出 什么更严重的事情 和一个不能自律的人在一起 就像和一匹狼 一只虎 在一起同样危险 一个人失去自律 就会失去诚信 失去责任 失去规则 我们书友会希望用15年时间 带动一亿人读书 改变思维 思考致富 和一千个家庭 共同实现财务自由 快来加入我们吧 我们的朋友们